邦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 内阁已经正式通过数据中心规划指南 我国做好了万全准备 迎接海外投资者前来投资 领航我国成为全球数码经济枢纽 尼可敏今天在赛城召开记者会时说 这项指南覆盖一兆福安以上的数据中心建设 适用于新建设和现有的建筑物 包括场地规划 建筑许可申请程序 土地使用类别和开发条件等 目的在于简化数据中心的审批流程 促进数据中心在我国的有序发展 这项指南预计会在下个月14号召开的 全国地方政府理事会会议上提成 以供全国156个地方政府落实 尼可敏表示 随着我国即将接任为东盟轮值主席国 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指南 进一步加强我国在东盟作为数据中心枢纽的地位 预计未来4到5年 我国将拥有大约4级瓦的能源储备 成为东盟最大的数据枢纽 根据贸工部的数据 从2021年至今 我国共吸引了1420亿令吉数据中心 和云服务相关投资 截至今年5月 我国共有32个数据中心投入运营 另外有19个正在建设 我国共有首据中心 子